第十一場賽事二班千二米的短途賽準備 十四號大結打 你一開閘的時候 前面快點的馬 見到中間位置 芙蓉之寶 內蘭精算律賢 中間黑衣服 外穿了 臉戴面穀 還有聖木精靈 外面是沙子 中間正白旗 最出還有一隻積多福 中間位置還見到 有這隻風花雪月 再後面 內蘭風彩 最出黑衣服 紅衣巨龍 尾衣服 還見到飲食世界 尾衣飛廠 包著落尾王尼多 轉回中間 沙子狂放 折離了四五個馬威 自己放頭 接著第二位 就是精算律賢 在後面第三位 還見到 有這隻芙蓉之寶 內蘭第四位 還有這隻愛將 中間職多福 外面位置正白旗 內蘭大面穀 還有聖木精靈 再後多燒風花雪月 外面追就是 紅衣巨龍 鬥到最後二百 沙子放來了 大約還有三個身位 內蘭外將 一直撲上來 中間還有聖多福 再後面還有聖木精靈 飲食世界 亦都上 最後一百米 見到這隻 就是沙子力藥 外將率先過他 外面聖多福 亦都上來 接近終點 外將贏了 第二名外面聖多福 第三名要拍照 有飲食世界 聖木精靈 還有埋扁這隻沙子 很接近 結果這場賽事 外將一直在內蘭 結果他拼出來 中盪追 外面聖多福 正在上來 第三名 飲食世界 機會比較高 方家拍食回尾湖 外將 最後獨贏四倍 跑第二 就是第二的聖多福 第三 飲食世界 第四 第四 看看是聖木精靈 還是狂放這隻沙子 四大熱門 扭尾了少許條Q 但也不是好分 因為條Q 穿了六格 九倍 嘩 有四倍 這裡的獨贏外將 最後一隻 還有紅衣巨龍 飲食世界 預算這場 快的pacing 交回去試襲後追的 有些 喘勁 過到那隻狂放的沙子 最後下到六格 那隻沙子 是啊 四連環牌 三千九百六十二元 阿黃和張智琳 足之都可以一起拉頭馬 你們說 是 即是 大明星 希望有頭馬拉 讓大家開心 今天也有很多明星 其實也 不是很開心 雖然 咦 地 不用十足 都可以贏 外將 好 好 好 其實蕭王的預計賽果是2號的潘頓 的 54分 足之都可以頂到尾 潘頓 嗯 嗯 不要不出是吧 叫做那些 叫做那些 吃世界都真的不少 是啊 多得沙子這樣放 否則其實說真的 我覺得也有機會頂多個第三 那隻冷門 一直都提著他今天外觀好 也有朋友諾菲亞 最後那隻沙子那個獨贏呢 52倍 就落到六格 放得快一點 第二段 開到22秒0 對啊 這樣放不了 太快了 比那場二級賽 還快 開得很快點 馬上開了 你還想追記者嗎 哇真的啊 那還不是 哈哈 我的相機啊 我的相機 看下一次吧 沙子那些 其實也看到一隻賣來了 沙子是要偷雞的 其實這個分數是比較浪一點的 我們看看 第四個 四名張賞 結果呢 沙子就頂多個第四 好想不及的 還有醒目精靈 醒目精靈 那些位置 你回來連沙子都過不了 還被你飲食世界過賣 這次都輕磅了 110幾磅 其實獅王的預計賽果 剛才都報告 2號的潘頓 54分 三鋒王 潘頓真是贏得不懂得停手 真是厲害 連贏了14個賽馬日 又看看他怎樣贏了 尾場 四檔都頗好拿位 起步比起幾步 本身是有速度 可以守到好位 裡面有一隻精算率也挺快 挺快 這場又 是啊 沙子就更快 那隻快到離譜了 田泰安那隻也三疊轉彎 積多福 有點不太順 他也是這樣 幸好他可以跟得到附庸之寶 是啊 有個異點 也算有遮擋 算不錯了 蔡前擔心三隻網空還不斷 是啊 蔡前擔心那件事 反而走一隻 最差紅衣巨龍 原來都歐沙 早點好像更吃力一點 似乎初出有新鮮感 都會嫌短 跑千二 嘩 然後呂卓遠前面 路況 小目睜一日你失望 這裡都捐出來網空 飲食世界還比你 不是 這隻網子的後賞能力很強 飲食世界 那隻網子的後賞能力很強 那隻網子的直多福一定會閃出去 看到潘頓宇 還很生 雖然被人扔了幾個網子 但他都不防不防 推信了才開邊 你放得這麼快 他打算殺斷 是啊 好了 方法研不派左作實 跑第一名十二號愛將 獨人派四十五號 為置派十五個半 跑第二名七號直多福 為置派十六號 跑第三名八號飲食世界 為置派五十八個半